零分局更已經累積有10人染疫 帶您掌握記者會的說明 越南的盛行率非常的高 所以有可能在越南中越南感染 不過這個部分我們還是小心起見 那這個在檢體復驗當中 那疫調的部分有兩例 那兩例這個部分 最主要是在一個是哪一個學生 那另外一個是一個同住家人的 一位我們的確診的個案 那他的感染源 我們還在釐清當中 所以今天高雄市有58例 那我先請潘基正來說明 整個疫調跟足跡 那今天最重要的 我們還是要公布高雄市的 確診者的居家照顧方案 所以我們今天包括我們的高榮的 林曉翔院長長庚的林夢之副院長 我們兩大醫師公會的 王理事長跟朱理事長 那還有阮中和的這個陳院長 今天都來到現場 來跟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報告 高雄市對於我們確診個案的居家照顧 跟轉診我們怎麼做詳細的方案 我們等一下會做說明 那我先請潘基正來做說明 是市長 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今天專業的行政局中心公佈高雄市新增60例的本土個案 那經過我們釐清相關的疫調以及居住地工作地 還有這個移動狀況的時候 那我們也轉嫌了兩例到外縣市 因此在我們今天事實上的這個本土個案是58例 這有18例裡面包含是7例因上癢的個案 隔離期間因轉癢 那這17例評估是沒有社區風險 那在外縣市旅遊市的部分有6例 這6例分別有3例 在台北分別是32382跟33069跟33072 那期間在台北有些足跡 那是跟相關的風險有重疊 那在33076這個個案是比較特別 那他是在清明連假的時候回到他的家鄉 那在同時間也有多名家族成員來自於各地 主要是台北新北這個部分 那在相關的匡列之下 基本上我們會進一步的去釐清可能的一些風險 那在32378這個個案 他4月9號到4月10號是到花蓮去 那基本上我們都知道花蓮在特定的場域 基本上的感染風險相當的高 他也因而染疫 那一例是33081他常規在屏東就醫 那他是一個透析患者 那一個禮拜三次往返這個屏東 基本上因為負責載運的司機染疫 所以他也因此被感染 那目前這位個案 我們已經安置到我們的這個指定應變醫院 這個部分去進行常規的透析 在相關密切接觸者的部分總共有32例 那這32例大概都來自於前一天公告的 公佈的確診個案匡列其密切接觸者 包含家人包含日常接觸者 以及在特定場域有脫下口罩吃飯一起用餐 互動的這些親友 那副院中330713是一個3月27要從越南入境的一個個案 那這一次因為要再出境那自配採檢呈現陽性 系例子33.4 那在研判上面是有些疑異 因此我們讓他再自採檢以及採檢 以及血清去確認他是不是是救案 高雄在今天新增的有58例呢 原本是60不過其中有2例是轉出外線式 而高雄也要開始來試辦居家照護 更多的訊息稍後提供給您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